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7号星期四 关于发生在美国宾州罗斯镇的一起离奇的大案 有后续的故事和新闻 这起大案是两个中国人 一个叫刘斌的中国人被开枪打死 而打死他的是另一个中国人 叫顾浩 然后说这个顾浩又开枪引弹身亡 那么现在后续的故事是不管是在国内的媒体 中共的媒体还是中共的网站都在努力说这是一个情杀案 而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也是这么说 看上去是在极力回避 刘斌在毗尺堡大学医学院做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已经有重大的进展 并且说即将获得重大发现 就在这个前夕他突然被枪杀 那么显然有关的中文媒体试图要把他引导到情杀上 那么这个说法首先是由海外中文媒体网站披露出来的 而且不仅披露了 还意外的披露了一段刘斌跟友人的一个对话 应该是微信的截图接屏 那么在这个截图中有两个人的对话 一个是刘斌 有他的相片 有他说的话 就打了文字 那么另一个人是说话很简单 但是另一个人的不管是名字和图片都没有显示 显然是被处理 被遮掩了另一个人的角色 那么在这段对话中 刘斌似乎承认他有婚外关系 实际上也说不上婚外关系 因为他离婚了 跟他住在一起的是前妻 那么他说有交女友 还说女友有回家 跟他一起回家 但是由于处理的不好 被前妻所发现 前妻还不高兴 另外一说跟这个女友是在网上认识的 第二次就发生了某种关系 那么后来又说到跟哪位女友是说这个女友回去之后说是有怀孕 那么他就说让这位女友是打胎 似乎打胎了 但是后来他又接到消息说孩子生下来了 后来又说这个孩子生下来 后来又证明不是他的 然后他自嘲说这是狗血剧 但是另一个回答的人非常简单 似乎在诱导性的都说一个在哪里认识的 是前面那位女友吗 你们是分手了吗 或者说是白天还是晚上等等 非常简单 就公布了这么一个微信对话 然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就广泛的报道 然后努力的把它说成情杀 那么在当地的警方也跟这个情杀有一个说法 但并没有说情杀 警方的英文资料中 谈话中有那么一句话 说到刘斌涉及长期的有关亲密伴侣的争议 那背景资料是说什么 说刘斌是主张开放的婚姻 实际上开放的婚姻是在上世纪80年代 有美国的一对夫妻 大概叫丹尼尔夫妇提出来的 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开放的婚姻 实际上还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也有出版 开放的婚姻的意思就是说夫妻有结成伴侣 但是他们是对外持开放 丈夫可以在外面交女友 妻子也可以在外面交男友 但是他们还保持婚姻关系 这就是所谓开放的婚姻的观念 那么这个背景资料就是说刘斌 这位在皮士堡大学从事研究的这位助理教授 这个中国人是持开放的婚姻 但是实际上还不完全是因为他跟他的妻子已经离婚了 而只是暂时住在一起 叫前妻 至于他们怎样的住在一起法 是租金怎么分配 或者是怎么各自有各自的房间 那就是另当别论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他又不排除说他有个人感情 或者是有个人的纠葛 那么警方并没有说这就是情杀 只是提到了有那么一句话 但是在中文媒体中 尤其在中国国内媒体中 就说成是美国警方判断是情杀 其实美国还没有 美国警方 就是当地的警方 并没有下这个最终的结论 只是描述了这个人的生活状态 那么说到情杀 有人就可能联想了是不是同性恋 说这个46岁的故号是不是因为同性恋纠缠 杀了37岁的刘斌 但是看上去没有任何的线索 显示这一点 那同性恋可以排斥 那么另外说他是有别的女友导致了什么 但是这个跟顾号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他前妻愤怒 他前妻的事 再一个说跟顾号有关系 那么有人又推测 是不是他跟顾号的太太有什么事情 然后激起了愤怒 这些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事实 或者是证据在确确证这些 或者佐证这些 但是中共官方媒体 或者是官方网站的报道 却是处处的显露了端倪 那中共官方媒体和他国内的一些网站的报道有几手 一手是把这个案件引向情杀 尽量引向情杀 再突出他的感情救过和情杀 其实在任何国家 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怎么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即便那个人的私德有问题 那也是一个道德领域的事情 至于他从事的什么研究工作 或者他因为什么而发生事情 是另外一回事情 不见得要扯在一起 但是中共的媒体和网站努力的把这个事扯向情杀 并通过海外的相关的媒体网站大量的散步 第二个 中共要推广的一个要点就是说 在暗示这个人如果说从事新型冠状病毒 是不是在美国方面暗杀了他 甚至有些五毛党 自干物 小粉红已经在说这样的话 而中国国内的官方媒体网站引用这些话 说在关键的时候 是不是美方把他杀害了 然后说成是耐人寻味 实际上美方 这个人就在美国的土地上从事这个研究 如果美方要发现他有这方面的事情的话 不仅不会杀害他 那么负面一点是监控他 或者是审问他 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再一个就是 美国可能找他合作 来看看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怎么样的 有什么基因组成 或者怎么样的防治 事实上他所在的实验室主任就说了 说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工作很勤奋 受到同道的赞扬 而且大家是一个团队在工作 甚至说他尽管死了 但是这个实验室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而且说向他表示最高的敬意 说看上去美方要谋杀他没有任何动机 美方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留着这个人 就算他是中共的特工 留着这个人都比美方要杀的他为好 要更好 那么中共第三个要引导的要点就是说 在媒体上居然还联想到种族歧视 说自从大瘟疫爆发以来 在美国一些地方有种族歧视针对亚裔 然后想举例子来证明这个歧视 结果举了半天 只举了两个小例子 一个说在纽约地铁上 在布鲁克林有一个华裔受到了好像黑人的辱骂 这个黑人可以向他喷空气清新剂 这就代表了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举了一件事情 在加州洛杉矶说有一个中学 一名高中生 华裔的高中生 亚裔的高中生 说的是亚裔高中生 说被同学霸凌 说他是病毒携带者 中共想说种族歧视 结果举了半天 举了两个小例子 这两个小例子 就算没有新型冠状病毒 没有大瘟疫 在美国都可能发生 非常零星 比例极低极低 千万分之一这样的事情 是刑事案件也好 是歧视也好 是口角之争也好 都可能 而且这里面还没有涉及到描述真正的暴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的大瘟疫高峰 武汉人 成千上万的武汉人和湖北人受到的歧视 非常的可怕 令人发指 各省的人喊武汉加油 只要面前见到的武汉人 就喊武汉人滚蛋 甚至对武汉人是围殴暴力 暴力相向 经常有视频和镜头显示 很多人围殴一个武汉人 围殴一个湖北人 好像他们就是原罪 好像他们就是犯罪分子 好像他们就是瘟神 公开的歧视 公开的围殴 公开的暴力血腥 在那样的情况下 居然那些歧视者 围殴者 暴力者 没有受到法律的惩败 逐渐在中国就是合法的 而居然谈到美国的歧视 一个一个主张歧视 公开主张歧视的共产政权 共产国家 根本没有资格来谈美国的歧视 要说美国的歧视 或者是美国零星的刑事案件 或者是口角之争 人类再过一万年都会有 这不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美国这个制度恰恰是最防范歧视的 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 任何人歧视都要负法律的责任 如果是真正的有歧视行为会被告 而且负相应的赔偿和法律责任 在中国这不需要负得以责任 中国的城市人看不起农村人 富人看不起穷人 首都人看不起外地人 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 甚至排外公开的辱骂 都没有事 都不会告构成歧视 甚至在中国的公司居然写作 维吾尔人不招维吾尔人 或者说 这个位置只招男性 或者是年满六四是不要过问 这些在美国都可能涉及种族歧视 年龄歧视 性别歧视 在中国可以大行其道 在美国根本就是高度敏感 根本不敢出现的事情 所以中共想把这个事情往种族歧视上引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刘斌是不是受到歧视 然后被种族仇恨的人杀害了 可惜的是 杀害他的城市另外一个中国人 那又谁在歧视后面这个中国人呢 所以中共这些报道难以致圆其说 反而暴露了中共方面想掩盖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预盖密章 实际上那段微信的公布就是一个问题 那段微信的公布 除了微信本身 看上去刘斌说了很多的话 但是那个人说很少的话 那个人就是诱导性的说话 应答式的 诱导式的 提问式的 第一个一点 一点二 刘斌的头像 刘斌的名字很清楚 但是那个人没头像 没名字 现在经过处理 一点三 微信本身是受中共管控的 是中共管控大数据的一部分 微信的数据直接通达中共国安中心 国家安全部的大数据中心 所以国家安全部可以对它进行处理 国家进行调用 所以说极可能在这个时候 中共首先把刘斌的私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调用出来 并且经过了处理 甚至是不是伪造都很难说 交由海外中文媒体首先发布 然后发布之后 中共在出口转内销 在国内进行炒作 说这是一个情杀案 所以这个疑点下来 这一阶段中共的炒作所显露出的破绽就可以看出 这件事更为可疑 就是我昨天提到的 可能是个连环谋杀案 连环的暗杀 刘斌要是即将有重大的发现 关于武汉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 即将有重大发现的时候被人杀害了 而杀害他的人又被杀害了 导致了一个被自杀的现场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试图要形成一个无头案 形成一个没有尾声的 或者是难以追溯的这么个无头案 给美国警方制造困境 但是我说过 这个案件不仅是当地 宾州罗斯镇的警方应该涉入 而且美国的情报机关应该涉入 因为这个事关重大 涉及到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一些事情 因为自从大瘟疫爆发以来 其实已经有几个相关的人士 涉及到谋杀或者是被谋杀这些事情 比如说在二月份 有个加拿大的科学总监 他是加拿大高级卫生实验室 批示实验室的以前的最高的负责人实验室主任 他是在2014年之后退休 他今年去非洲旅行 二月份 在非洲一个国家吃了一餐饭之后 突然感觉不湿 然后突然死亡 当时就传出非常可疑 因为他是邱香果夫妇的顶头上司 而邱香果夫妇是因为盗窃加拿大高级卫生物实验室的两起病毒 这个实验室本来是做防疫用的 那邱香果夫妇完两起病毒盗窃了中国 就提交给了武汉病毒实验室 那么做什么用 是做人工合成用 还是生化武器用 这是中共需要交代的 这邱香果夫妇和他的学生在去年7月份被加拿大的皇家骑警所带走调查 因为违反了实验室的操作 而且是盗取 说得轻一点 盗取科研成果 知识产权 说得重一点是间谍行为 那么他们的顶头上司 长期的指导教师就是这一位Plummer Plummer就是实验室主任 实验室最高级的科学总监 结果今年2月份突然死亡 所以各界的广泛怀疑 背后有黑手 他可能是遭到谋杀 比如说在饭中下毒 遭到了毒杀 那么在前两年我们还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2018年12月1日 当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突然被扣押的同一天 有一个华裔科学家叫张首胜 在斯坦福大学突然跳楼身亡 但有人说是被自杀 张首胜在中国非常受重用 不仅是受到华为公司的重用 而且他是千人计划的排头兵 而且是说是有巨大的科学成就 他被王沪宁他们亲自颁奖 在前两年的中国有个科学技术大奖 科学技术奖 科学大会上 常委出席 他获奖的时候 背后站着三个常委 包括习近平 王沪宁 还有李克强等人 那么逐渐对他的重视 而王沪宁跟张首胜都是复旦大学的校友 当时王沪宁从来没有个笑容 都是成天阴沉着一张脸 像一个豺狼虎豹一样 但是只有张首胜获奖的那一刻 人们罕见的看到王沪宁脸上有一丝得意的笑容 所以张首胜跟王沪宁之间的那种联系显而易见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提出了要到武汉去调查武汉时间史 那么前两天是第三次提出 但是中方是断然拒绝 中共驻日内瓦的大使在断然拒绝的时候说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 他说在目前的大流行 他们都叫大流行 不叫大瘟疫 说目前的大流行取得胜利之前 不会接受国际社会的调查 这跟毫无逻辑关系 任何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瘟疫 发生了病毒 发生了某种大流行 就祸害当地 作为联合国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作为其他国家都应该要去调查 就像在非洲所发生的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是当地的一个河流命名的 因为发生在那里 所以叫伊波拉病毒 当地人并没有反对说伊波拉病毒是对它的侮辱或者是污名化 也没有说拒绝国际社会的调查 他都是接受国际社会的调查 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接受国际医护人员的到达援助 为什么 首先是医学上的需要 与其医学上的需要就是发现了某种病毒 某种瘟疫 某种超级的这种病毒 可能带来人类祸害 或者当地祸害的 那么人类没有经验 首先要调查它的来源 这个来源调查清楚之后 就有可能采取适当的医疗措施 或者是防疫措施 或者是研发相应的疫苗 这是基本的医学常识 那么这次中共对世界卫生组织第三次提出这个要求 悍然拒绝 断然拒绝 况且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美国和国际社会都在批评它 跟中共有勾结 尤其是那个干事长谭德赛 谭书记 谭政伟 谭同志 跟习近平有勾结 可能有行贿受贿之间的勾搭 勾兑 但就这样的情况下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中共还是断然拒绝 对这个现象用预盖密章已经不足以描述了 只能说穿帮了 说到武汉实验室 当美国有一些舆论或者是情报机构说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是否出自武汉实验室的时候 中共就迫不及待了 在中共的官方媒体和网站上居然就开始说 美国总统改口了 美国的国务卿改口了 说是蓬佩奥改口了 说是美国总统又怎么改口了 其实蓬佩奥是怎么说的 当然有记者问 他前些天说到了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那么这两天他又说到还没有最后确定是否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但有记者问他 他明确说这两种说法不矛盾 一方面有证据显示来自武汉实验室 另一方面还没有最终确定这件事 这有什么矛盾呢 也就是说美国是非常慎重的一个法治国家 在收据证据 在举证的时候 他是非常谨慎的 没有百分之百确凿的证据 他不把它说死 川普说了 他看到过相关的证据 他认为武汉实验是有问题 或者这两天说 他说有关的事情还在调查 或者不一定 这也前后必不矛盾 但是中共已经炒作成 好像是美国改口了 总统改口了 国务卿改口了 甚至还有大标题炒作 说国际舆论翻覆 国际舆论翻转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战略顾问 或者说前战略设计师 白宫战略设计师班农 有记者问他 是否见到了叛逃实验室的人员 他没有说是 也没有说否 但他强调了中共要对此负责 而强调武汉病毒实验室有问题 有重大的嫌疑 而且他现在占到了可以说反共的最前线 代表了美国人民中最反共 最清醒的一部分 他公开的提出要扣押中共贪官污吏 中共高官 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的资产 数百亿的资产来作为对美国人民损失的一个补偿 而且他还提出一定要把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开 当在电视上做节目的时候 一有主持人或者记者问他 中国中国 他就马上纠正 说不是中国 是中共 说中国人民是无辜的 中国人民是受到中共残害和迫害的 而且这次大瘟疫 中国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始终把中国人民跟中共分开 尽管王沪宁的宣传机器 中共的党媒官媒是开动马力 对班农做大幅度的连篇累赘的人身攻击和辱骂 就像对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的辱骂一样 中共近期辱骂最多的两个美国人 一个就是国务卿蓬佩奥 一个就是班农先生 这位白宫前战略顾问 尽管这样的辱骂 但是班农先生的态度和姿态非常明确 他就是既为美国人民辩护 也为中国人民辩护 既为美国人民讨公道 也为中国人民讨公道 所以他的态度值得我们国内外中国人的高度的赞赏 并且支持 说到石正丽 美国教育部正在调查德克萨斯大学 因为这所大学曾经跟石正丽有合作 那么美国教育部要求这所大学提交跟石正丽之间交往的所有记录 那么实际上就在近两年 美国的教育部已经对六所大学进行了调查 发现有13亿外来的资金援助被漏报 这些资金来自于中国 俄罗斯或者卡塔尔 但是主要来自于中国 就包括像麻省理工大学 康奈尔大学 乔治诚大学等等 那么现在他们继续地调查哈佛和耶路有没有这样的资金漏报 那么现在关于跟石正丽合作过的德克萨斯大学受到了调查 美国跟中国的脱钩行动在各个行业都在紧络密鼓的进行 不仅是包括制造业 供应链 投资或者企业 甚至包括5G这些建设 现在川普政府又进一步的采取了措施 说不仅在通讯网络要排除华为5G 重新清理这些他们的痕迹或者是他们的设备 那么另外在电力系统也要完全排除不受信任的外国的供应的这些设备或者是器材 那些外国指的就是中国 说美国的电力系统进行大清查 凡是发现跟中国有关 尤其跟中国的什么华为中心等等有关的这些设备 不管是基础性的设备还是高科技的设备或者是通讯设备都一律的予以移出 就是要确保美国的网络安全 通讯安全 还有电力系统的安全 新西兰作为亚太国家 最近它不仅表态支持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病毒大瘟疫的来源展开调查 也支持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而且表态支持台湾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另外新西兰还有一个重大的举措 就是动议建立一个亚太地区的隔离圈 就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从疫情降温 并且疫情中减放出来的国家复工复产的这些国家形成一个隔离圈 互相通航或者是通商 恢复以前的状况 那么澳大利亚初步 就是新西兰初步提出的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 台湾 新加坡和韩国 这些国家疫情都下降 那么由于过去控制大瘟疫的需要 互相之间的这些商业 商务航班等等都处于中断或者是半中断的状态 那么新西兰提出要开放这个圈 但是新西兰明确表示暂时不能包括中国 尽管中共宣称它已经控制了疫情 已经是全国降温 甚至是零病例 零增长 只有外来输入 甚至在上海最近还说要开放迪士尼 显示了一切正常 因为中共当局的宣传或者是宣誓是真真假假 九假一真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外界无从判断 包括邻国和外国 所以新西兰坚持要开放或者是初步的开放 通商或者是通航的话 不会包括中国在内 最近美国国防部宣布 将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新型武器 叫做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那么国际媒体都说 美国要在太平洋地区部署重磅武器来对付中国 也就是共产中国 中共 那么这个是在去年 美国和俄罗斯结束了中导条约之后 因为说俄罗斯有违约 同时这个中导条约只有美国双方 而中共没有加入 因此美国在去年结束了这个中导条约 结束之后美国立即进行了试验 因为过去的这个条约限制了美国和俄罗斯发展中程导弹 而是中共在亚太地区的中程导弹 它的四射 它的分部和部署都占了上风 远占上风 那美国是急起直追 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 美国马上测试了两款的先进的远程导弹和中程导弹 就包括射程1600公里的这种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还有一些陆基反舰导弹 因为中程导弹的射程是550公里到5000公里这么一个范围 那么中共在这个领域可以说远占上风 因为它没有受到任何条约的限制 在过去20年放开手脚 大肆发展 尤其在亚太地区部署了众多的这些中程导弹 中程导弹 那么现在美国就宣布要部署这些导弹 不仅有中程的 还有远程的 直接就瞄准中共的目标 那么美国说将部署48枚这样的导弹 我们都听过战斧式巡航导弹 这个主要是在美国在波斯万作战中 或者在朝鲜半岛的演习中所启用的一些武器 搭载的一些武器 那些武器显然是短程的 那么现在美国讲到这个是中程的 甚至远程的 中程的也就是在太平洋地区 那么远程的就是可以从美国的本土发射 直攻中共的目标 所以国际上都惊呼是重磅武器来对付中共 那么接下来中共还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战略核武裁军计划 在明年到期 实际上是美国跟前苏联所签署的 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 所签订一个核武裁军协议 这个协议是30年有效 到了明年就应该过期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 国际媒体也在报道 那么明年是否这个条约还会延期或者是更新 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态度 就是中共是否参与这个条约 以及美国已经反复表态 没有中共的参与所有这些裁军协议或者限制条约都没有意义 而中共就利用美国跟俄罗斯或者跟苏联有这些条约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捆住了手脚 尤其是美国就没有去发展这方面的武器 因为这个战略核武扩散缩减条约是规定说美国跟俄罗斯不仅要 不能再发展新的核武器 而且要削减现有的核武库 而且要销毁核武库 限制在一定的数量 但是中共不受制约 引起在过去20年甚至40年是奋起之追 集起异军突起 把核武器在导弹 洲际导弹 短中程导弹都取得了 可以说是令人震惊的发展 他自己都号称他的那些军舰战机 这些导弹都跟下脚之似的出笼 那么当然中共内部军方说 他们那些性能非常的扎 质量很差 要是遭遇美国的新型武器的话 恐怕轻刻就会瓦解 说中共军方内部的人反复的告诉我们 说他们根本就不敢作战 说那些质量根本就拿不出手 那些山寨版的航空母舰 辽宁号还是号称自制的山东号 也根本都是一堆废铁 如果跟美国的航空母舰交战的话 轻刻就会成为一个火把子 成为一个被饱活攻击的火把子 甚至中共在南海建造的那七个人造岛更是移动不了的火把子 但是尽管如此 中共在亚太地区所部署的这些导弹 尤其中程导弹的数量已经是占上风 尽管美国要部署48枚这样的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但都不足以改变现在中共占上风的局面 应该说要改变这个局面 还有待时间 那么根据国际媒体的描述 大概再过4到5年 也就到了2024年或者2025年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中程导弹 还有战斧式巡航导弹将压倒中共 使中共的所有的所谓军事科技的发展成为过时 也就是说成为过去式 在美国的先进武器成为过去式 不仅如此 前不久还报道 美国发展了被称为地表上最强悍的巡洋舰 叫做隐心巡洋舰 这个巡洋舰的名字叫朱瓦特号 说在前不久 4月25号已经交付美国的海军使用 部署在太平洋地区 那么这个朱瓦特号的隐心巡洋舰实际上在4年前就开发出来服役 但是没有完整的战斗功能 经过4年 从2016年到2020年的发展 已经安排了完整的战斗序列 其中有攻击 火炮攻击的能力 还有反潜的能力 既能攻 又能守 而且是隐心 所以隐心就是能避开对方的雷达和防空的侦察 能够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敌人的舰艇面前 那么现在是第一艘朱瓦特号的隐心潜艇 被称为地表上最强的战舰出现在了太平洋 就已经入边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那么接下来美国还有两艘在建造中 而且说这个战舰的造价非常高 每一艘战舰高达78亿美元 因为其中的科技功能非常强 囊括了当今最高科技的或者最先进的军事科技 都囊括在其中 所以所有这些重磅武器的排上用场 都是美中摊牌的一个迹象 尽管中共在数量上 是否在军舰或者导弹数量上占上风 但是美国在质量和功能上占上风 当然说数量上也就指亚太地区 如果全球的数量比 中共也不一定占上风 如果中共要有所蠢动的话 我想美国在全球其他的部署都可以调往亚太地区来对付中共 换句话说 如果中共胆敢挑起战争 挑起战火 那它就等待的就是覆灭的秘密 就跟当年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一样 都是被美国和国际联军所击败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您好 谢谢您 感谢观看